现在到 换这个 模具 刚才是大屏的 现在换一个小屏的 换一个小屏的 这里有四个螺丝 这里有四个螺丝 把这四个螺丝拆出来 这个也是五厘的内部脚 上一次来之后 就换小屏的 模具 上去 大部分装的话 像这种绿色海绵的话 就是装在 右边 然后没有海绵的话 就装在 左边 装好之后 把这个四个螺丝就锁紧 这边也要换 换的时候要注意不要 一边是大的模具 一边是小的模具 这边也是四个螺丝 现在是装小的 我现在是� firewall 锁螺丝的时候不要 刚开始就一边 那个螺丝就锁紧 会卡住的 这个模具就装好了 装好之后装个瓶子 装个小的瓶子 放在里面 放在里面的时候 要瓶子用对准这个磨剂的中间 现在是瓶子对准磨剂的中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到来这瓶子瓶这里 这么从这里 如果那时候是注冻的话 那要按回调试 按回调试又反过 绳续是进这里 然后有一个点动画面 按回点动画面 然后这里有一个点动爆瓶 按一下点动爆瓶 它底下这个瓶子就放回去了 放回去的话再调一下这个 固然 把这个固然之下都冲开 冲开之后就往里面冲 和整粒 再调整也不要调比 我炒到这底了,等一下那个骨子骨不来 骨声一下,这样锁子里面,有一块骨子,有余的骨器 砖择扫在前面,转发至后地骨口 现在中智骨的骨子,骨子骨膀有空间 一段红米左右 现在调完护栏了 然后再再来触摸瓶这里 再按点动下一页 下一页要按栏瓶 栏瓶1栏2 栏瓶4 这4个栏瓶杆全部栏住了 栏住之后就把这底下 在这里有一个4个螺丝 4个螺丝松开 栏瓶1栏木 3 2 4 4 做冰鱼 用完做冰鱼 一过来让这个甩瓶削干 这甩瓶子 甩瓶子现在甩瓶子了 甩瓶子之后就锁剪了 就过来这边锁紧这几个螺丝 锁紧之后这个爆屏机构就完成了 然后再锁一下这个 这个潜扭的话就是调节 这个潜盖的压力 这四个潜盖头的压力 越大的话它潜扭的越大 拧得紧一点 一般都是三公斤 好了三公斤 到四公斤 它这里有一个加碱 往右边拧是这样 那细压就往上面上来 往左边拧的话 它这里有一个碱 拧的时候 它这个器材表就往下降了 然后这个是升空度 升空度的表 基本都是45到50 按左边这个键 是几 就负的 现在是40 然后右边这个键 就加了 就加了 一般情况下是45到50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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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加了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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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